嗆嗆三人行 韦杰今天又换了新发型 咱们的这个热烈 明天可能又不长这样 这个勇气可嘉呀 我觉得老板更要有勇气 这样让我出来吧 把我们今天导演都吓坏了 今天他没吹头发吗 狂风暴雨的当中 有信心 真是 这个过了三八妇女节 我现在越来越发现 连随便夸女人相貌好 你也要看对象 现在这个女权意识高涨 但是我要跟有些美女们说 就是你把我这一道灭了 你们可损失了我一个特长 对吧 我这个赞美女性的容貌 是下过多年的功夫的 但是现在搞得我呀 不敢随便夸 她有的女的受过什么教育的 她或者是 她觉得你这个是 也什么把女性物化 什么什么的 我说那我该夸你 这以前革命时代也是这样的 就是说革命的六七十年代 你跟女的打交道 你除非你特别熟的关系 否则你不能去说她 你长得漂亮啊 你美女啊什么 这是贬低她的工作成绩 对 那你要怎么样跟女生 那时候之间真的很 你工作能力很强啊 你这事情处理得很好啊 那我也来教大家 因为我最近都很认真的在 这个做禅修这件事情 你到里面的时候 师傅都会跟你说 长得漂亮 他就说你长得好庄严 哦 庄严 你就会说你长得好庄严 我觉得庄严也是一个正面的词汇 也不涉及就是一个气质好的意思 所以以后你看到一个女生 你就会跟她说 这位师傅你长得好庄严 我觉得也不错 这点话我们在朝阳区经常听说 那儿任波切比较多 对对对 真的吗 我会讲吗 很重要 但是所以我就 随便说像是骂人的话 就是我现在学会了 以后见到这个女同事 你不能说外貌 比如说这个 但是刚认识又怎么知道 别人的心灵呢 韦杰 我觉得你这个心灵 从脸上就看得出来 像游行深 所以也是有可能 所以那天还有个女的 跟我这个抬告 我怎么现在发现 这种女权的特别多 真是 社会是越变越文明了 就是说捧就是杀 捧就是杀 就是说什么意思 就是你过度地夸一个女人 对吧 这才男人来说 这不是应有之意吗 对吗 夸女人哪有嫌过度的呢 但是你看 现在觉悟了的妇女 她不这么想了 她就说 你捧她 你就是在杀她 不 她有的时候 你尤其是专业人士 或者做官的 你过分强调她漂亮 就暗示她不是靠能力上来的 所以有的人不愿意 我就碰到过 有这样的宣传部长 人家都说 哎呀美女部长 她很不高兴 因为人家马上想 这么一个小美女 怎么做到部长 对不对 人心里都在想 那你也不能见到女部长说 就您这模样 证明您工作能力 肯定超强 应该也要被动打一顿 现在比较转弯摸脚的 这个夸人的方法 就是长得这么漂亮 还出来这么好的工作 就这样来说法了 就两个都夸进去了 这话我怎么听掉 你们现在不是说 有颜值还这么努力 不是有这样的说法的吗 明明可以靠颜值 明明可以靠颜值 你还那么努力 对 你长得这么漂亮 你还这么努力 这话两面都夸到了 我怎么觉得 两面都不是人呢 听着 我也觉得有一点 女性同胞 也没有特别 有被夸到的感觉 还是不要说 对对 但是相比 如果我们把握不好 这个分寸呢 我还是觉得捧总好过杀 对吧 那真的对女人 不礼貌的那种行为 咱们最近也知道 多大的一个话题 北京地铁 这个 十号线 十号线 当然最后呢 把前半段的一些事实 端出来之后呢 也有人说 说你看 男人之所以对女人 这么恶言相向 都是因为女人 爱纠缠男人 但是这个话说的 就是分不清 主要矛盾和这个 次要矛盾 咱可以看看这个照片 说地铁 北京地铁 十号线 十七岁的小伙 这小伙出名了 给橘子里叫去 问去了 然后呢 就是用那个 啪啪啪啪啪啪 在地铁里面骂着 大家都看见了 最后把人 危险动作啊 把人从地铁 你不放了 他们那个不让放 不让不让放 可能锅太多次了 不让放 对 就是 然后把这个 最后把那个手机 丢出去 临关门那一刹那 扔出去 这个绝对是危险动作 但是这个小伙 后来不是也发了一个 声明 就说我这么做 当然是这个很抱歉 他说但是你知道 那俩女的 非要让我扫码 有多烦吗 等等 而且好像 他里边讲的很有意思 就是说啊 说这个这个 那意思 我说北京话 并不见得一定说明 我是哪儿的人 这也跟网上的 很多评论有关 这跟北京话 有些关系 因为他骂的 这个 这些话里边 好像有了一个外地人 就说你们外地人 就在那儿捣乱什么的 那么很多人一听 他这个是学的北京口音 还是什么北京口音 就又上升到 就是说啊 你北京人有什么了不起的 整天拿我们外地人 就地域骑士 这边有个性别矛盾 有个地域矛盾 都骑了 都骑了 徐老师 你想看看这个 你敢说你没看吗 我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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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的时候有点坏 我有点 有一个很荒诞的感觉 想起了日本的一些AV片 日本有很大数量的AV片 拍电车男 你知道 就是说 电车吃汗 就是说大致的情节 就是一个男的欺负一个女的 欺负他 而那个女的反抗 但是又不能大反抗 然后他就欺负成功 但是旁边的乘客 就忠无愧愧 但是面无表情 当然了 那个是按照他们拍电影的人来讲 那个是一个故意的 因为忠无愧愧 比单独两个人 这个犯罪性是更大 或者说从他拍摄的角度来讲 更刺激 对不对 看这个片 很相像 但这是真的事情 就是说 也是一个男的 在欺负女的 语言上 肢体上 还抢东西 旁边的人全部都没有 就是面无表情的 这个面无表情 是一个重要的角色参与 你在观看的人来说 这跟后面没有人 完全是两回事 所以我产生一个 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荒诞感 当然这两者 完全不相干 一个是真事情 一个是编造的戏剧 但是这种错乱感 从画面来讲 非常相似 非常相似 有句话就是说 那个境外的鲁迅好当 境内的鲁迅不好当 然后还有一句话说是这个 键盘 键盘侠的这个 这个正义 容易施展 是吧 真正在地铁车厢里挺身而出的 过去有句话 就讲到这个国难当头的时候 有些人就是批评某些中国的男人 就是有句话叫 竟无一人是男儿 对吧 竟无一人是男儿 但是老实说 徐老师 这个有没有结问过自己这个问题 如果你当时坐在后排 在当时这个情况下 你认为你会挺身而出吗 要看前面的情况 有点搞不清楚前面的 你 我们看到的画面都是一半 因为现在很多人讲 后面的人不作声 是因为他们也反感 这个扫码这个事情 就是好像是有因果关系 这有两个可能 一个可能是 这事情跟我没关 对不对 我看热闹 对不对 另外一个就是说 他们觉得这个里边 这个是有前因后果关系 对 我说实在话 就是说 你要是这么说 我曾经在这个节目里说过 我在北京 我还建议勇为过一嗓子 就是我就看见男人打女人 那当然不知道前因 当然周围的人就是围观 但那个打得太过分了 你知道吗 就是这男的就是 把这抓着 我就看一个男的 抓着一个 大概有三四十岁的一个女的 抓着她头发 北京胡同的墙上 就这么壮啊 完了之后 就把那女的 骑着那个单车 那自行车 举起来 那男的不是说一般的打女的 真的我觉得 砸死这个女的这么打呀 然后你就上去了 我呢 当时呢 就是客观条件是 我坐在车里路过 对吧 车窗摇下来 我把车窗摇下来 我说哎 你这怎么能 那他女人 他就开走了 那说实话刚说 车上的键盘 车上的 就是我后来 你也 我要问我这个软弱的灵魂 如果我不是坐在车上 车上还有我们的司机 对吧 假如真是我一个人 就在旁边 因为 说实在话 你不知道 这是不是地头蛇 你 就也会有害怕 像这个画面里 阐释的东西 我非常冷静地回想 假如我坐在边上的话 也可能不去出手 但是原因倒不是 害怕那个男 那小伙子 没啥好害怕的 他也就这么一个人 他也没有武器 主要是 当时你会觉得 这个事情还没有发展 他其实事情最危险的是 最后一下 就把他推出去 所以那是有事 我觉得那是好 那一下呢 你事后想是很危险 但是之前呢 都是 还主要是一个言语的吵闹 就是泼皮 就是这个小流氓 这样的人 我是从小就见过多了 其实这种流氓作风 倒是一点都没有变化 你会觉得很不像话 就这个男的 不管你有什么理由 他这样的骂人 这种口气 这种姿态 这种人 我也不知道家里怎么弄的 就是以前我们一句老话 没有父母教养 就没有父母教养的这种人 但是你说 这种时候 你会站上去 去跟他 叫劲吧 你好像又没有到 这么严重的地步 我觉得周围的人 大概是这个 但我会觉得说 还确实有一点点冷漠 当然我觉得可能 很多人像薛老师讲的 就是说 就觉得说 他们刚刚可能也被 这些女孩子骚扰过 要骚嘛 所以就觉得说 不管我是不要再反我 就是大家冷漠成这样 可是我会觉得就像 我为什么会觉得 他们大家是冷漠的原因 是因为 大家肯定都觉得 这行为是有问题 不然我们不会看到 完整的视频 从开始互骂 拉扯 因为已经是 在车上就已经开始 有肢体的拉扯了 我觉得应该是要出手 说你们够了 或是 就是讲一些某些话语 让这三个人 不要开始 就是进到下一阶段 或者有人说 好 就是大家结束 就是当一个 合适老也好的角度 去做这件事情 但我也想 如果这件事情 就是我可能也不见得会 你知道就是 过去 你看我曾经 有点烦英国人 乃至于有些香港人 我这烦的是什么 其实人家是对的 就是我有时候觉得 就是我作为一个外地游客 我到你们这个地方 有些规矩 我确实不太懂 但是我有点烦 他们那个态度 就是有点得理不饶人 对吧 就是说 不就你知的规矩 说话的时候 一种好像觉得 我是个野蛮人一样 你知道吗 就是我很讨厌 他们这个态度 但是当然也许 确实是我不懂 人家的这个规矩 但是呢 在这个内地 还有另一种情况 我最近听见 俩人一男一女跟我说 你看 有时候女的 倒是比男的胆大 大概是因为女的呢 觉得男的不会打他 对不对 就比如说这个机场 经常有那个插队的 就不排队 我就听一个女的就说 他就在那嘟囔 后来他就说 说中国这个男的 这没有一个爷们的 就是说 他说我一个女的 我上去都说 他你为什么不排队 他说他插队的那个人 正是一个中年的 一个汉子 一个男的 在那念念如如的 就不敢吭声 他说就是这么怂啊 就说这是一个 还有一个呢 是一个男的 写了个微博 他讲他也是在机场 碰见别人那个插队 不排队 于是要不说知识分子啊 这个思考很多 幸亏那个队啊 排的是足够长 我发现留给他 思考的时间呢 足够多 他进行了一番 类似于大学教授的思维 他就说 他说我就想 他看见这个人 插队在前面 他说我就想 为什么在我们国家 有人插队 这个总是没有人应声 就说群众 难道没有这种正义感吗 难道他们不生气吗 那不是没有遇到我 我估计他是不是 想了这个半个小时 最后他说 我最后终于 忍不过这口气 我鼓起勇气 说了一句 哎 前面的 你们为什么插队 这么多人排在后边 你会发现 他有统一战线的意识 这么多人排在后边 然后他说 当我吼出这一嗓子之后 我意外 我惊喜地发现 排在我后边的整个队伍 都开始呼应起来 说哎 怎么办 那几个坏小子 就灰溜溜地走了 他说这让我意识到 总要有人先发声 我觉得这个就是 很真实 这个是很真实 我觉得有两点 为什么我觉得 女生比较容易会站出来 像我如果遇到这种事情 我也是会立刻站出来 而且我还有时候 更过激的行为 就是如果他 比如说他插在我前面 我会直接把他拉起来 我会把他拉走 因为我觉得 排队这种事情 是不能 就是 我觉得每个人都排 而且他部分人 是在口暗的时候 就会遇到这种情况 对 所以因为你这种 见义勇为呢 我们首先应该 大力倡导的是 不管在哪一种情况下 男人都不能 对女人动手 所以女人可以 帮我们主持正义 强强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那讲到一个 主要矛盾 次要矛盾 从这件事情 就是论史来讲 这个男的的态度出野 上抢人家的东西 这个这个骂人 甚至说打人 是主要矛盾 是那个女孩 在之前的这个 扫码 扫码 是吃药矛盾 就事论史 但是从这件事情 在传播上 变成一个新闻来说 这个耍流氓 是吃药矛盾 大家主要关心的 是扫码 是吗 当然 这个小流氓 是从来都有的 扫码是一个新生事物 小流氓这个事情的 是非 太清楚了 不用讲的 你在任何情况下 哪怕这个女孩 伤害了你了 或者插队了 或者做了她的一个 明显的 把你衣服弄脏了 你这个男的 也不能用这样的口气 你这样来对待她 我们刚才讲了 何况这个女的 还没有做到 但这个扫码 这个东西 在公共场所 这样来推广产品 而且又好像是善意的 又好像是合理的 但是可能给人家 造成一个很大的骚扰 引起纷乱这个东西 这个才是 目前关心的焦点 哎呦 这个中国这个文化里 就需要补一课 就是说 不管为了多少 善意的理由 也不可以侵犯 别人的自由 对 就是我发现 包括很多中国父母 他不理解这个东西 就是我 我是为你好啊 是吧 你为你好 为人家好 是哪个 咱就像说法律 说宪法 根本大法 宪法是上位法 最高的 对吧 那我认为 个人权利 个人自由 个人隐私 是最高的 对吧 其他一切所谓的善意 它是第二位的 你的自由 不能侵犯到别人的自由 应该还是要有一个 合理的空间 你碰见过吗 台湾有吗 呃 其实我通常 我有一次在香港的地铁 但不是说真的是草街 是我要过通道 就是我们有不同的车厢 我要从A车厢到B车厢 那结果就有一群外国人 他们就堵住了那个通道 他们带了行李 然后堵住了那个 就是要过的那个门 然后我就 我就要走过去 那他的行李堵住了 结果他就开始用英文骂我 那好死不死 我英文就听得懂 然后我就从 我就用英文回他说 我完全听得懂在讲什么 你根本心就不能放在这里 怎么样怎么样 而且我就会觉得说 像我是一个 就是我不是一个说 我会害怕或什么 我就会觉得说 你本来就错 无论发生什么事 你都是错的 那我为什么要退 我觉得很多人可能会就算了 就过了 但我又不是这种人 所以我都会非常很正义的 就会去制止当下之言 因为我觉得 如果不去做这件事情 我回来一定会觉得心里闷闷的 自己会不舒服 我觉得心里会过不去 我说我明明 我又没有做错 我为什么要承担这种事情 而且我觉得就是凭什么 你就是还要用 因为他是一个长的 是个华人的脸 但他印象用英文 在那边就是讲 你们这很没礼貌 什么什么之类的 干嘛一定要走这里 而且用的都很难听的话 然后就立刻就 对 我真的发现 我身边很多女的 是这较劲的 就是说男的反倒是 就喜欢稀释宁人 你知道吗 就是经常女的 为了一个机票 或者为了一个服务员 给你这个较劲 我们是朋友圈里 有一位女士 就甚至飞机都耽误了 不做了 我就要跟你这航公司 把这个事给你弄清楚 其实有些人说 说中国人要这个什么的 要真正这个法制化 就是需要这样较真儿的人 需要这样什么 什么什么坚持到底的人 我就是那种稀释宁人 常常稀释宁人 但事后又后悔 我一直不忘记 一直耿耿以怀的一件事情 就是也在飞机上 有一个外国人 有一个中国的乘客 那个电话没关 飞机在飞了 就是快降落之前 他那个电话还在用 然后我就听到 那个外国人用英文 在用出口骂得很厉害 就是用F打头的那些字 然后那种口气就是说 我当时在旁边听的 我就想 我也想骂他 对啊 人家是不守规矩 但是你何至于这样骂 而且你骂了 那个人又听不懂 也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对不对 但我当时 不知道为什么 人就是怯懦吧 或者是怕事吧 就觉得 接下来我就得给他吵一番 那吵一番以后干啥呢 我又搞得很不开心 然后我就 没想 就那边被他骂的人 完全没听懂 可是下了飞机以后 我一直在难过 会懊悔 我一直在难过 我觉得 那你下一次的时候 能不能改邪归正呢 下一次再说 但是我真的 我检讨 我下了飞机以后 好几天 这件事情根根以外 特别是因为 我那位同胞听不懂 被他骂了都不知道 所以我在旁边又听懂了 这个真是 没关系 所以学老师 下次有遇到这个状况 你一定要发作一次 因为你发作一次之后 你后来就会觉得好自然 一定要发作 我觉得有时候 就是正义 比如说我们就排队去纠正 或什么样之类 其实你后来只要想 你也是在教育 或者是你也是在跟大家 同时在把这个水平 文明水平提升你的过程 你是在做一件善事 是做一个有福德的事情 所以你不能忍气吞噬在旁边看 就像刚刚文涛哥说的 就是一个人讲 后面人都会讲 表示大家都这么想 只是没有人敢做 那只要每一个人都是这样讲 那以后就不会有插队的问题 如果从这方面来讲话 我们是要遏制这些 你这个是很光明的心灵鸡汤 很光明的 就是我 我长得很专业 是 就是我很能理解徐老师 因为我们俩生日 都是同一天 是吧 我们都是那种 就讲究生活要从心所欲 从心二字 那他也没有从心 他刚刚也没有从心 从心这俩字 是一个字叫什么 怂 我们都是从心 是这样的 你从心嘛 你确实从了心 你当时不想惹事 不就是怂吗 我现在学校里碰到很多不对的事情 我明明应该吵的 我都不吵 我最后怎么样来说服自己呢 因为我常常想起医生的话 心脏不好 不要生气 对 徐老师 从心了 对 徐老师 怂了 我跟你说 但是教会内伤 我现在是什么呢 下恶势力屈服了 我跟你有一半一样 但是我现在呢 为我们怂派啊 找到了正刚 就是活得久的 没准是我们这样的人 就是这个东西啊 像我们抱鞋管的 我跟你说 这有点阿Q 我跟你说 个人吧 自担因果 我那天听一个妈妈讲 我觉得讲的很有道理 就是别人家的小孩 就是说孩子被欺负 被人打 就说打回去啊 打回去啊 甚至爸爸就要教他格斗 我就回去 不能受人欺负 后来有一个妈妈就说 说嗨 我也觉得孩子的问题啊 让他们自己去解决 他呢 没有那么强的攻击性 说不定也是好事 有些事他就怂了 但是那碰到有些时候 他不怂 谁知道未来有什么危险 等着他 你知道吗 从妈妈的角度看 这也 他只要能够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一方面你是觉得 有点懦弱 但是另一方面呢 这东西个人真的 就是自担因果 我觉得这本身就说明了 在我们今天这个社会啊 正气不张 因为正气不张 所以我们的有些 关于安全的判断 我认为也不是空穴来风的 因为你 比如说碰见一个情况 你根本无法判断 而且你要在一个 很有正气的社会里 你确实可以相信 只要你出来 别人都会 大家都会支持你 但是我对这个社会 没有这个心血 你明白吗 而且我就觉得 有的时候 就是说 我们至少是不惹事的 我们跟人讲话是和气的 但是为什么有那么多人 很野蛮 为什么有那么多人 就是显得那么样的 那个没有教养 我就觉得 我对于这些人的 那种厌恶感 就是这种 不想跟他 想离开这个世界 要不是想离开 他们的那种厌恶感 我跟你讲 徐老师一个很微妙的心理 有时候超过我的尊严 我自小就发现 这件事情很奇怪 就是你知道吗 比如说要有一同学 他骂了我 我跟你说 要是周围没别人的话 我低头就走了 假装没听见 就是说对我来说 我再想跟他吵架 骂回去打起来 我觉得跟这个人 打交道的任何一点麻烦 都对我来说 是超过地狱一样的烦 你知道吗 我就是我宁愿地忍了 我就不想理你了 但是对于我们这样的人 我认为 比如说这个合作者 或者公司 或者说是领导 他其实需要有一份留心 就是我们最后做出的选择 就是什么你不公平的待遇 我们都忍了 不吭声 你觉得这个人就是没意见 他不像会哭的孩子 有奶吃 但是有一天 我们会用脚投票的 对吧 就有一点就是我们是典型的中华民族啊 忍无可忍的时候 莫回听声而出 这不合理 还是不合理 出声不代表就是合理 咱们去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从那个最大的善意去想 那个17岁的小伙子啊 他就是不怂了 他一点点不开心的时候 他就爆发了 对不对啊 这是其实就是变成流氓了 一过界了就变成流氓了 你说的是他不怂了 我觉得他也有可能是崩溃了 就是说要不然呢 这个孩子他就是平常就是这么着 我觉得这种人平常就是这样 再要不呢 就是有些时候这个人呢 赶上一个情绪爆发点 你像香港那个地铁上 经常就骂互相问候老母呢 问候几时站 他就是有时候 你记得当年香港有个老大爷 很著名的留出一个视频来 就是没有压力 就是你有压力 我也有压力 你知道吗 他有时候啊 一个人就是爆起了 就是你不知道他遇到了一些什么事情 或者说你说了几句什么话 刚好敲动他神经的那个点就爆走了 我就是经常闹这毛病 不是 我就说啊 你们刚才说怂嘛 但是怂他最后有一个爆发点 我们就有人吃亏吃亏在这儿 就是说啊 一百件你做错了的事 我都忍了 但是最后这个积压的这个火呀 最后在一个看上去 我很不对的事上 我爆发了 就往往就这样 如果拍个电影的话 说不定那个17岁男孩 平常被他的同伴打欺负 结果在这里来爆发了 不 我为什么刚才想 那个扫码这个主要矛盾 因为平常你还插队啊 骂人啊 其实这些事情 我们由着兴致做 但自己知道是错的 唯独这件扫码这件事情 做的人没觉得他有什么错 估计现在很多人 都觉得没啥错 但是在某些人看来 这是错的 这个才是新闻点 我觉得 这扫码说是一个月能挣两个